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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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真的不用我打车送你回家吗 不用 明天替早餐再见 那个 你们聊 我先撤了 小植 有何贵干啊 李警官 别生气 我马上消失 你那车报废了 来回骑摩托车不安全 我的车给你看 这算什么呀 分手费吗 分手费的话我就收下来了 还有别的事吗 这离市区挺远的 你骑我的车回去吧 回头放我妈呢 还是小植姐姐对我好 那我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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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我走了 再也不想让你乱踩 幸福还在 血要怪那种就算了 新车礼物 我专门从日本给你带回来的平安福 保佑我们家小燕平平安安 你犯规 我们已经交往了 臭小子 才正式交往三个月呢 我也要考虑六个月 才能接吻吗 我可是从八岁开始就喜欢你了 依我的经验之谈 不接吻的话 没有男人能撑过六个月 不要把我跟你前六任男朋友 相提并论 我不一样 我跟他们不一样 除了你啊 我这辈子不会爱上别人 知道了 知道了 能不能不要每天像复读机啊 每天重复一遍啊 烦不烦啊 不过伤眼更人三岁 不过伤眼更人三岁 那太太取得的此外 我以为不能明白 我以为你也不必泛 你偈来做 我以为我不是要 这小姐 你偈来做 我以为我 你偈来做 我以为我 以为我 你偈来做 试试 请问这里是田小姐家没错吧 请问你是谁 我叫冯冻冻 我是田小姐的助理 冰冻的冻 因为我妈生了我那天 下了好大的雪 要是门口站着一只动物园里 逃出来的猴子 你让他进来 他是我助理 你让他进去 进来吧 天 天 天小姐 你昨晚没睡好吗 嗯 折腾了一晚上 一晚上 不愧是天小姐 能找到这样身材好又帅的猛男 好 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知道的 我们家表兄弟加起来有十八个 他就是十八罗汉之一 你不用管他 他过两天就死了 表兄弟 你是不是这两天论坛上锐的 那个图书馆男神 我 还真是 我说你能不能低调点 你 你也想去娱乐圈啊你 是 不能删掉 不能 用我无敌的黑客技术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 云图还在网友手上 他们还可以再发 你是黑客 一点点了 不过如果表兄弟 有任何电脑方面的问题 东东都可以随时后面的 谢谢 冯东东 别搞错了你的主子啊 田小姐 今天上午十点是角色的拍摄 下午四点是传说中屋子的试镜 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 导演说了非你不可啊 好没挑战啊 你也没演技啊 好吧 真的好帅呢 哎呀 这是哪里的图书馆 求巨头 求组团偶遇 老公 想你 摸摸的 你知道吗 网络传播的速度还真是恐怖啊 时间 已经不再是我的优势了 为了身份不被曝光 我必须加快脚步 找到仇人找回记忆 你是不是想问我查得怎么样了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 我的直觉告诉你 我的仇人 现在好像已经知道我苏醒了 在暗中秘密地坚持我的行动 等一下我要去见一个人碰碰运气 只有好消息呢 我顺利住进了那个女人的家里 虽然她好像并不怎么欢迎我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你走开 不要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过来 救命啊 不要杀我 救命啊 不要杀我 好 导演 导演 刚才我演得怎么样呀 挺好的挺好的 回家等通知 真的呀 谢谢导演啊 辛苦了啊 谢谢导演 拜拜 下一个特别好的 下一个 田小姐 事情怎么样 你受伤了 假血 不过冯助理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一个 非我莫属的女二号 导演喊了一百多个人 才试镜呢 买了 最好的品种 不过田小姐 你买这个干什么呀 榨汁 神奇宝贝我回来了 今天有没有乖啊 好 你的晚餐 你的晚餐 你出去了 我去见了一个故人 对不起啊 没关系 可看他反应不像是那个人 什么叫看反应啊 如果一个人看到了 一百年前被杀的人出现在眼前 那一瞬间的反应是不会骗人的 你的故人 你自己不认识吗 而且你的故人 应该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吧 说的自己好像偶像剧女一号似的 总在关键时刻失忆 你 真失忆了 只是 一点点 而且还是关键的一点点 大概十年二十年的样子 停 关于你的事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知道的越多越麻烦 我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房东与房客的关系罪啊 同样的我的事情你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了 看起来你真的很爱他 我爱他 你那只眼睛看着我爱他了 这个 我跟他从小到大的照片都是洗两份 一份他们家一份我们家 不过还要谢谢你帮我把它从抽屉里翻出来 不然我真的会忘记把它丢掉 我看照片感觉到 这个人也真的很爱你 他爱我 好吧 我承认 在我们的姐弟之爱 发展成倒霉的情侣之爱之前 我们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稳定的惰性气体 而这种感情一旦变质 惰性气体也变成了易燃气体 只要一点小小的火心就棒 把我们俩的感情轰到一点渣渣都不少 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生的话 干嘛还要生气 生气 我一点都不生气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 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 两只眼睛都看到了 垃圾你来扔 是 我 祈祷 我到现在还爱她 是不是挺丢人的 你想不想飞 小智姐的住院档案哪儿 辛苦了 那个护士长可真是厉害 就只对你笑啊笑啊 可是没有搜查证 一假都不肯配合警察办法 科长也真是 一个搜查证都要搞不清楚 请 小智哥 有哪里不对劲吗 出血量不对 小智身上没有可以出那么多血的伤口 如果不是小智的血 那这些血很可能是盗窃着呢 尤一仔 给我去趟医院 找这条裙子 好 我去开车了 快 表兄弟 你要买相机啊 我可以帮忙推荐的 我叫薛灵乔 好的 大乔哥 你和大乔哥 有什么需要 顿顿帮忙的地方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表兄弟 最近怎么不去图书馆了 大乔哥当然不能再去呢 你都不知道 有多少粉丝 在图书馆等着他呢 这还仅仅只是 几张照片的影响力 要是我们大乔哥 真的进入了演艺圈 说不定比田小姐 你还要红我 冯冬的我告诉你 我可是凭借实力 打败了一百多个竞争者 才得到了传说中 屋子的女二号 可是啊 我怎么听说 全都是因为张萱萱小姐 向导演历见你 你才有机会 再跟我说一遍 大乔哥 大乔哥 救我 那我不死你呢 我 大乔哥 再说一遍 大乔哥 救我 大乔哥 救我 说 你好 你说那位收藏家 去国外了 他多久回来 我希望尽快拿回玉璧 好 我没钱借给你 千万别跟我借钱啊 拜拜 线粒体 连名powerhouse 细胞的发电厂 线粒体每次分裂 都会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 导致端粒缩短 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 发电厂开始崩坏 直至完全失去了 分裂的能力 人体也就完成了 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 只要细胞分裂的速度 达到一定程度 伤口可以实现迅速愈合 但是 人类细胞的分裂次数 是有限的 可是癌细胞 确实可以无限分裂的呀 很好的问题 癌细胞 之所以可以 无限分裂繁殖 是因为 它们从正常细胞 叛编为癌细胞时 带走了一个叫做 端粒酶的帮凶 端粒酶在正常细胞中的 使用是受限的 但是 在癌细胞当中 却能够修复 因分裂变短的端粒 只要我们 能够把端粒酶 作用于正常细胞 把正常细胞 变为永生细胞 那么 人类抗衰老的问题 就会得到质的突破 如果 我们能够找到 比端粒酶更完美地修复美 那么 人类不老不死 也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哟 什么时候来的 是吧 当你讲到 只要细胞的分裂速度 增加到一定程度 伤口可以实现 迅速愈合的时候 那你的看法呢 我只希望 人类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处在一个正常可控的范围 可以维持地球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只有出生率 没有死亡率的人口恶性膨胀 就像地球的癌细胞 有趣的见铁 不过 我研究的课题 正是抗衰老和基因修复 把人类变成地球村上的癌细胞 就是我的梦想 言归正传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告诉你案子的新进展 小折的病历 看一下 出血量不对 这条裙子呢 是的 我发现出血量不对 就去医院找这条裙子 护士说这裙子不见了 你的判断是对的 现场应该有第三个人 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 不对 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 不对 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 还是不对 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的 你觉得哪种好 都不好 请你尊重一个敬业的 女演员的表演艺术好不好 你们演员入行 没有门槛的吗 你以为我真没演技啊 我无法反驳那是因为我的素养 与谦虚 演戏谁不会啊 行 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给惊呆了 你开心就好 什 什么态度你这是 自恋狂 自恋狂 别关那个页面 我在想办法联系一个人 你不是不认识别人吗 他告诉我家里面有一幅画 他说 画里面的人跟我长得很像 是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有可能 在一百多年前 我和他高祖父有交情 所以我想联系到他 看看他高祖父是否还有其他的遗物 或许呢 指引我更快地找到仇人 到时候 很多事就会水落石出了 你以为写剧本啊 这么巧啊 你以为写剧本啊 这么巧啊 我又不是怪物 我怎么会知道 怪物在想什么呢 怪物 怪物就在我们家呢 薛妖怪 想采访你一下 你是怎么样变成这样 不老不死的呢 我再重申一遍 我不是妖怪 我跟你一样我也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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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人嘛 说八百遍了 你气量真的很小哎 现代人都喜欢起外号知不知道 赶紧回答问题需要管 你不是说不想知道我的事情吗 是不想知道你跟仇人的事 但是为了艺术 勉强给你牺牲一下啦 来吧 准备好了 老爷 夫人 老爷 夫人 神医请到了 来 神医 好 来 老爷 夫人 来 这儿快去 快 快去 快去 神医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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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全子啊 半月前上山打猎时 被云豹咬伤 老龙说 伤口每日换药不沾水 经养即可 可全子几日前 突发高热 一直不退 这伤口啊 开始变黑 腐烂 这城中叫得上名号的郎中 都请过了 可是全子始终昏迷不醒 不见起色呀 您快给瞧瞧吧 好 怎么样啊 大人 夫人 请借一步说话 好 好 好 神医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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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薛大人 把其他郎中开的方子 拿来我看看 好 小四 快 都是止血消肿的方子 倒也没错 既然没错 为何全子变成这样啊 人被封犬所伤 毒液通过牙齿口叶传播 可患孔水症 云豹是捕猎高手 性情凶猛 他的毒液 怕是比疯犬更加凶猛 也未可知 看灵狼的情景 毒液已进入了肺腑 如果光割去腐肉 排挤农业 也是光治标不治本 书劳羞前伯 我从来没见过 这等凶险的病症 恐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神医都束手无策 看来 犬子的命 是真的保不住了 还请神医 务必救犬子一命啊 李牧 快 快 是 神医 等了 神医 这 砒霜 木头 这 这 我这个方子是剧毒之物 其药效凶陷霸道 以毒攻毒 同时放血排毒 剑石以身堂调命 用不用 还请大人和夫人 自己再做决断 这 好痛 快去抓药 是 三爷 快 Pure 犯回声 是 平安 给老爷请安 来 又放了这么多血 人怎么能撑得住啊 沈亿说 节三日都放半桃罐 之后就是每三日一次 刚刚公子腹痛难忍 腾醒了一次 又腾昏了过去 好 走 走 走 沈亿 血乃人体这根本 这样 还能活吗 沉过这三日 命能保住 血总能补回来 大人放心 连公子命大福大 并能沉过这一关 好好 来 这是怎么了 要不 喝碗参汤试试 怎么样啊 老爷 慢着 下来 下去吧 放开 这 equival你 以后 走 你看那个不是薛公子吗 是啊 走 快走 快走 最近发生了何事 没啊 没什么事 他们不都爱嚼舌根吗 公子 您不是要去茶楼吗 我们走 来 大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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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没死啊 薛家公子被豹子摇了以后 又破好了 一点饭食都不尽 每日啊 还要放一海又板的血 喝两碗穿肠毒药 不是变成怪物 还能试什么呀 前两日啊 将军府上大晚上去退亲 夫妻也邪了门了 公子 有什么吩咐 将军府来退亲了是吧 公子 您这是听谁说的 您这是听谁说的 他们刚才说的你没听到吗 公子 您就别拿小的薛开心了 哥那么老远 周边乱糟糟的 能听到什么呀 您听错了 我连女家的外甥 在薛府做丫鬟 也是这么舒适 真是 薛熊 你叫他做什么 全城的人都知道 薛公子变成了一个 靠喝毒药过活的怪物 你怎么还敢找回他 听说 前几日将军府家的小姐 刚退了薛家的婚 咱们哥几个 之前个个都不如他 如今啊 正是咱们 找回面子的事 他怎么走了 薛熊 乔儿 母亲 您怎么来了 娘就是觉得有点闷 想跟你聊聊天 儿子知道母亲 要问什么 不过 每人押他送过来 又拿走了凡事 母亲不都亲自看过了吗 虽说 普通的饭菜吃不下 但是儿子眼下 只要喝着参汤 还有菜汁 也可以好好的活着 昏腿就退了 反正这也是一门 没有见过面的娃娃琴 外面的人想说什么 随他们说去 外面的人这么说 娘都不在乎 娘就是让你快点好起来 还是让沈亿 再想想办法吧 夫人 公子 沈亿来了 沈亿 快请坐 夫人好 公子好 沈亿 请坐 今天感觉身子如何呀 我感觉一切都好 这怎么叫一切都好呢 到现在吃不下饭时 你说这么大的个子 只喝些汤汤水水 这怎么成呢 是被那些汤药 伤了胃肠 慢慢调理 急不得 我看看 烧酒 是吗 乖了 这才三日 不可能啊 匕首 神医 不要怕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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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尔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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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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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日 我便辞困 怎么回乡局 能让咱们回乡也就罢了 上头的意思呢 要把乔儿给带走 老年 要是乔儿被带走了 那就完了 不用担心 咱们就这一个儿子 说什么也要保住他 快 五块门就杀进去 等你们杀进去 怪物早就跑了 再过半个时辰 后门就没人守着了 到时候我带大家 从后门悄悄进去 好 走 走 快 巧儿 这么晚了你 巧儿 你这是做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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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家中 恐为家族留下祸短 后患无穷 怎么 您要走 唯有离开 父母才能过太平日子 我要寻遍名义 总不能莫名其妙的 就成了怪物受人诟病 那是什么怪物 娘懂你的意思 走吧 走吧 只要你好好活着 娘就无所求了 父亲 母亲大人 请你们恕孩儿不孝 此次已别不知何日才能重逢 王二郎 保重身体 乔儿 乔儿 安心地走吧 这个 是老祖宗留给娘的 现在 替娘陪着你 你以为是谁把我变成妖怪呢 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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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祖宗留给你 你以为是每个眼泻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口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拖子换我 不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路灯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后悔中无安 你会不会不是我 一人回来 赢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不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随便再说放手 等你开口 等你开口